文進港的港果 這是一個預告片 因為我打算以後逢星期六晚 跟舒奇導演 我們有朋友雙息幾十年 看的戲有很多 我們主要跟大家一起講一下 香港在八、九十年代 一些重要有深印象的港產片 這個節目叫做什麼名字 周末午夜場 這個名字為何會這樣來呢? 因為當時我們看五夜場看得大 還有星期六的五夜場 還有跟Man談到這個環節的時候 事後我想到一件事 因為美國在上世紀的年代 其實一段時間有兩個影評人 一個胖一點一個瘦一點 叫做Cisco and EBIT 那個Cisco叫做Jean Cisco 那個EBIT其實很多人都認識 就叫做Roger EBIT 兩個都不在 當然 但是他們就在這個電視台那裡 主持一個影評的節目 就不是很長的 都是好像十五分鐘至二十分鐘左右 其實現在網上都很容易找到 Cisco and EBIT 兩個就一唱一禍 一唱一禍 有時候就吵架 有時候就同聲同氣 我打算挺有趣 可不可以是香港的Cisco and EBIT 我們試一下這個模式 希望做下去和大家有些美好的集體回憶 希望你們喜歡 記住星期六晚九點鐘 文俊講這些講那些 繼續不讓熊金寶 三毛大哥帶走 因為說那些東西都是 有一些可能有人問過 有一些就不為人知 或者是細節一點 都是非常之有趣的 而且那個很繁榮 就慢慢走下坡了 就是我們不能不否認 而譬如導演 你要保和 就個個都自立門戶了 差不多 當時就是個個都已經自成一派 各自拍自己的戲 那麼在最高峰的時候 你有沒有危機感的 那時候 沒有的 就是有戲就拍 有戲拍 有坡就去 那麼 但是因為家和 當然我們知道 因為我都曾經是家和人 那麼周生何生呢 我覺得他們上市之前忍者歸的時候 應該是他們最厲害 最多錢的 但是跟著就開始 隨著市道 慢慢他們就 開始沒有那麼大手筆了 八九年 你就和麥家 就拍攝《獸虎肥龍》 但是這個戲不是家和的 是外面的錢來的 基本上外面 譬如有人請你導演 或者有人請你做演員 以你和家和的約 你都可以去接的 因為你和家和沒有約 你只是保和有約 保和其實也沒有約 保和原則上那間公司 是我和家和的 是 所以我不需要有約 OK 因為你都 金像獎有說過 都多謝有個大管家 佩華姐 陳佩華 因為巨勢無遺 所有 就是在前面衝鋒陷 有個很好的管家 那就很舒服 這樣去 但是 再和麥家 合作 因為麥家 和你合作的時候 他們生意成 其實已經三巨頭分家了 我不知道 我知道 那就是說 因為我很做八公 因為我和麥家 合作拍攝 我是不管任何人 我只是拍麥家 只是和麥家拍攝 就跟麥家拍攝 我怎麼理麥家 那電影公司是怎樣 那3,4,5,6,7 關我什麼事 都 票房很好因为两大喜剧演员 因为麦家其实在当年那些拨命单 都掉到老虎迪 他是做过保安队长而已 他都还没做过光头的 后来是他们最佳拍档 自己把自己捧成了最卖座的喜剧明星 好吧 好了 我要说 后来你还跟了林领东 跟蓝燕他两兄弟合作 是他们 大哥跟你一起玩还是怎样 请我拍照 大哥你帮我拍这部电影行不行 没想到林领东 OK 我没所谓 有几部电影就有《一触即发》 《猛鬼入侵黑社会》 因为蓝燊在这里 要跟黑社会拉上关系 他射黑社会的电影 不是说他 这些说话没其他意思 我想问一下 当时你大和合作 你是票房保证又能赚到钱 其实周文化或者何冠昌有没有跟你说 拍少点别人的东西 我们自己拍多点 会不会这样呢 家和真是一个弹性 很宽松的公司来的 因为他等于我们问过 吴宇森跟他有约 都放他一马给他走 去新艺城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经营之道 但好像这种经营之道 在现在这个年代已经没有了 现在香港最惨的就是没有了几个大老板 没有了几个大山头 所以现在这些新导演就没那么容易 另外一部电影就叫做《一刀倾城》 《挪威》的 这部电影 我大胆地说 基本上大家都认定是不是很成功的作品 当时你翻了大陆去拍的 你觉得原因是哪里呢 原因是我喜欢的剧本 但是剧本未必市场适合 我没有想过市场 我只喜欢剧本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打算不拍的 我在美国那时候 就因为罗维传了剧本给我 我看到剧本挺好的 是《大刀王五》的故事来的 然后他再叫我和他聊 我就说好了好了 我回去跟他拍 刚才刚才说到美国 是不是当时已经在拍电视剧 没没没很久了 纯粹去美国又改变下一个位置 我打算是不再拍电影的了 那干什么呢 做厨师 我打算是做联马斯的 做联马斯的 去到之后 去到纽约之后 然后他们给了一本联马斯的手冊 如何成为联马斯 这么好的 这么大的 我一看到这个 我都没揭开 我一看 行了 我不做了 有什么可能看完这个 这个是英文来的 全部 有什么可能看得到 第一页都看不到 看这么多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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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了 但是因为你喜欢马 因为我们都知道曾几何事 但是那些都是在现场赌马的 对吧 当然是安排得伏伏贴贴 也常常去拉头马的 以前是 现在没有了 做了多少次 做了多少匹马的马主 做了两匹 两匹 一匹 三匹 三匹 因为有时我和精哥拍到 不知道 七二三四十四匹 四匹 拉头马的满足感 除了奖金之外 因为是你买了这匹马 其实我是拉头马的 过终点的时候 我是兴奋的 是 真的有兴奋 收钱也没有兴奋 收钱 我又不觉得太兴奋 是 所以我现在在想 还有什么兴奋呢 还有什么兴奋呢 你兴奋了之后 你兴奋不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那时候兴奋了 中了 我的钱契 拿来 他收钱 不是我收钱 如果继续 我都是输的 本钱 都是我付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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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的 我是喜欢马的动感 是 那你没有好像 阿鼻 成龙大哥 去年就拍了一套 马做主角的龙马精神 但是那部电影我看了 那就不是很理想 但是其实那部电影的 心态都是 我们这些武士很认真 很努力 就是个时不与我的感觉 但是票房就一样 都是有心之作 上一集有说 有两个人我想提的 一个就是周星驰的功夫 可能阿大哥也说过 但是我这个频道 有时都会说一下周星驰 不同的 陈家上说一下周星驰 田鸡说一下周星驰 曾经合作过 都在周星驰身上找到 一些他的优点和缺点 功夫其实是不欢而散 可以这么说 最早 那阿星呢 当然阿星我们圈中人就知道 我能再说 阿星呢 就被人骂我了 你就经常踩阿星的 那我没有踩他 我们都很喜欢他的作品 不过就 没办法跟他相处 而已 他初初问你做动作指导 你是一口答应的 你觉得他功夫这两个字是可以给你 因为我们到今时今日 你看九龙城寨 即快上话的电影 都是三毛大哥 是最好的动作指导 不是 我是曹营而已 已来而已 我不是指导 功夫的时候 你还是用指导的身份去接这个工作 是 是不是沟通困难 我知道其中一个原因 你不做 就是一个很得体的说法 就是因为 因为上海的片场 片场 应该是车敦 很多蚊 那些蚊 令到钉到你是不耐烦 然后你回香港 接着就不用你回来了 我这个说法是真的这样 是 我回香港看一会 接着说不用回来了 就是他通知你不用回来 但是之前通知你去 就什么都答应你了 是 这个就是阿星呢 认识不到女生 因为认识女生容易撇女难 那些 撇 大哥都撇得这么差 那你说撇女就怎么撇得好呢 但是你又怎样 虽然很短暂 相说你又怎样 等 就是你评价周星前 你看不看他的戏 我看 我看 但是人我就没得评价了 不想评价 不想 不是不想 是很不想 我想说功夫里面有多少 有多少是你的 你现在看到的 有多少是你的指导呢 开始那些人 来跟一席人打 跟四个高手打 是 那一场戏 然后那三四个高手 大家分开离别 是 那几个就撇错 拍拍拍拍拍拍 是我拍 是 之后那些也不是我拍 即是都拍了 没有四份一都五份一的了 差不多 那袁華和袁秋的神雕俠女已經不在了 哈姆公、梁小龍也不在了 其實我突然想起你們七十年代有洪家班 後面有成家班 你對於其他那些什麼班呢 你是怎麼樣 就是良性競爭 當然是良性競爭 這個社會這麼大 這個電影圈這麼大 你真的想一個人做得完 你做不做得完當然做不完 不要說武師 你現在就是那些地盤工 你說一個香港有多少個地盤工 你想一個人做完 還有你知道做武師做成 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 人家做得到人家賺錢的本事 人家有應該的東西 你想不到那麼多 你控制不到那麼多 我就覺得每一個什麼家班都好 大家來做事一起做都沒有所謂的 是 劉家班就是邵氏 邵氏有沒有找過你 沒有 劉家班那些已經不能說了 他是我們的前輩 我們在後輩很後很後 沒有說不到 劉師傅是好東西的 劉師傅 唐師傅這些 這些全部都是老前輩 一流的 我們真的很尊重 從心裏面到現在 變成阿伯我們都很尊重別人 這個我們一直跟導演做節目 一直講朋友 一直講義氣 這個我們是知道的 北海街36號 北河街還是北河街 北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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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三水堡那邊 北河街36號 不是36號 北河街19號 都是在那裏接通告的 不是 那裏接人的 北河街19號 就是唐街劉家良的駕布 在上面 下面就是一條街 這邊是馬來西亞餐廳 這邊是普遍波樓 那時候所有的邵氏車都停在這裏 邊組邊組就上這輛車走 就是去開工 後期我們韓英傑 我們韓英傑就是北河街的斜對面 那時候有一間新生酒店 是古老式的酒店 4樓那裏423 那就是我們的駕布 不如說 我聽家樂在說 北海街上去 才特地用一些資料來講 差不多所有武師都是 是 車就在那裏上車 不是所有 唐街同樓那裏就是19號 我們就是423 423在對面 我們上面有個房間 有個黑牌 那你們想去看 洪家寶 九點鐘普慶 這個那個 夜班 是不是自己看通過 這些不說 圈外人怎麼知道 那裏就是沒有 只有一個阿伯在那裏看 不知有三張麻雀台 不知有打麻雀抽水 那時候我們做武師 每日六十元 六十元 後來變成七十五元 有些八十二元 後來變成八十二十元 每一日開工 你都要給一元 交一元保護費 是 就是這三十六號 八十個武師 現在 一月有三日 兩個武師 那你現在 給一元給十元也沒用了 唉 現在沒有了余占元師傅 又沒有粉菊花 又沒有唐笛 又沒有這些人 沒有新人入行 不是啊 你現在做師傅 就算你有新人入行 你說不可以 你交一些徒弟出來 那些前途在哪裏 你先教一些徒弟出來 是做什麽的 做大戲 做什麽大戲 拍電影 你拍什麽電影 很簡單 以前我們還有大戲做 沒有電影拍 初初我們都是做大戲 還有麗園去 麗園 還有那些廣東大班 林家昇 麥炳 鳳凰 鳳凰 風相 我們都要大軍斗 現在哪有 我去看一個戲棚 我想兩個商品大 一個戲棚 看戲 我也不知道上面的舞台 好像這裏裡面那麽大 打鼓佬 那些人走出來唱兩句 啊啊啊啊啊啊 那些人說 我想啊 後面的觀眾說 你想死人啊 所以不同的年代就不一樣 真的 我們這一代人 現在就是 習慣回憶 但是其實有些唏噓在這裏 我另外再爭取時間 再講一個就是 後來這十年來呢 最重要一個IP的 我們的功夫片就是 葉文 葉文第一、二集 拿得很大的成功 我還看到葉文第一集 就好像那晚毒舌大狀那樣 全晚呢 他只是之前拿作一個動作指導獎 跟著就什麼都 最佳男主角 宇宙最強的 臉都黑了 那樣 最後就 最佳電影葉文 白鳴哥就開心到 飛起 那這兩集葉文呢 就跟阿欣子丹合作 那第三集聽說你就不合作了 聽說 他們是重金 因為他們很希望你去幫忙的 不對嘴 好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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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很壞 我挑一些問題 那些人就不會罵你 罵我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圈中 這幾年大家都知道的 那問題在哪裏呢 有時候 經常有問題 我覺得 對大哥來說 朋友 是吧 就算不同公司 麥家叫道 永佳叫道都去 得寶更加不要說了 不是朋友 合作員 就是緣分 是吧 那現在你怎麽看 你 你就 澄清 不是七下四 是七十二 剛剛是七十二歲 阿鼻就是七十 剛剛才過生日 是吧 沒有了這些 後繼無人 你怎麽看我們這些 怎麽算呢 靠自己 靠自己 回去吃些藥 年輕一點 然後 粗一點 厲害一點 厲害一點 然後 一分尿片 白色老仔 九點 即是洪心又在的 因為你台上說 喂 我都還想做導演 拿個最佳導演獎 沒錯 洪心要有 做不做就不知道 哈哈哈哈 這樣說洪心要有 資金都要有 對吧 真的要找到老闆 但是這幾年 你都有回內地拍戲 譬如好像陳家常的《蕩購風雲》 其實葛頓都一向很認真 拍得很認真 但是那個迴響 會不會是 即連徐克都不是很敢拍武俠片 是不是這個潮流 可能是 可能是 我覺得是 可能是 新進 真是現在 年輕的 吳京 你和他合作過 薩破浪 吳京 吳京人品就很好的 是吧 吳京人品都口度 是Fan 他是新手 可以多打幾多年 他 看他現在幾歲 五十多 五十多 有五十多嗎 應該有 四十多 四十多 趙文昌就五十多了 應該是 吳京 趙文昌 蔡少芬老公 張俊 那幾個 我想都可以多打十年 多打十年 即是說我們的 港產 港式的功夫片 這十年都還可以有 有些主角用一下 是不是 加樂仔 那些做不到主角 雖然他拼命 也不是的 看這個劇本怎麼寫的 很多次是真的 我覺得是演員 不是說 他一定要漂亮 才做得好 很成功 不是的 是 那我們 連大陸 我們都說了 連宇宙最強 和阿昇 我們都說了 難得 導演在這裏 會長你還有什麽 問一下 剛才我講到打 我今早看到Facebook 就洗了板 原本的故事 就是在漫畫改編 寓意一下 很多漫畫界朋友去看 每個人都贊 如果拍打片 是不是真的要那個人 真是好打得 才可以拍得好看 你好打得 不用說那人好看 不能打得 你可以做 可以肯學 都最重要 最重要是你又不肯打 又不肯學 又不肯吃 那你怎麽拍的 九龍城寨 你裏面做大老闆 你都打 少少 很少 你打 少少 因為譬如 偽城 你做動作指導 陳慕勝 我還會去探班 我覺得 有一個很難得的 就是 古天樂 是很尊重大哥 是很好 因為大哥 真的值得我們尊重 譬如像我們這些西茄仔 和大哥說 大哥你上下我的頻道 他都以話不說就答應了 當然了 因為我很多年前都訪問過你 我們共同那一年代成長 我上次給你看 青年周報訪問洪金堡 1985年 你想想多少年前 很多謝導演 在我們唱談了四集 大家不累啊 應該OK 不是累 是很累 我們認識了 我們在跟大家說再見之後 我們就一起去吃飯了 OK 謝謝 拜拜